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不只要棺材本 我们也要我们的尊严 这个结果我们当然非常非常高兴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胜诉了 可是这一段路走来 这些官场工人是够辛苦 背后有那么多的遗照放在那里 这些人永远看不到胜诉的那一天 就被老委会以戒钱不还的污名 一辈子就是带着这个污名而离开人世 没有一个劳工可以接受 自己拿不到的退休金跟支钱费 竟然国家说要补偿他 最后却要他吐出来 那请问那这样子 劳工到底最后他获得了什么保障 什么都没有 潘市委 你欠所有官场工人一个道歉 贷偿便贷款 贷偿便贷款 司法还公道 司法还公道 贷偿便贷款 贷偿便贷款 司法还公道 司法还公道 两年前工人开始收到所有的法院传票的时候 这些工人都已经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了 我们有一半的工人是不适自的 大家有想过吗 这些不适自的官场工人 看到这些法律文件有多么的焦虑 工人跟工人之间 多年的感情 遇到的不是在谈论自己的小孩 自己的孙子过得怎么样 都是在谈 你怎么看不 你有学到欢迎的问题了吗 所有的文件都看不 他们全部都看不懂 如果所有的官场工人都败诉了 所有的人都来申请这个七八九成的补贴方案 那最后 官场工人需要偿还多少 然后会职讯局的官员自自误误说两三千万 那全天底下哪有这种花两三千万去要两三千万的事情 为了什么 跟各位说 为了官员的面子 之所以在行政法院 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借钱关系 它不是一个单纯 应该要在民事法院审理的 而官场工人 在行政法院的判决之下 才会相对还原到当时17年前 当时因为国家怠惰没有监督过资方提拨之前被退休金 而让资方的责任逃掉 而让国家没有确实的去 一直到现在没有确实的去落实监督 所以说这个这样子的历史的过程可以重新的被图现 因为官场工人抗争所衍生的刑事的案件 包含集会我们到前年的12月30号 我们到马英九官邸陈勤的集会游行法案件 还有去年2月5号的破毁事件 其实非常多的刑事案件也要进行 我们的同仁有的等不到判决的 已经含恨而走 永远都等不到一个正义的来临 那我希望说未来的判决里面 可以让我们可以等到一个真相大白的一天 然后可以争议真的可以反给官场工人一个 最后的支减费跟退休金 这真的是我们的钱 是我们应拿的 这不是国家欠我们的 是老板欠我们的 那国家不应该用这样的诉讼的方式 然后让那么多人 让这个社会付出那么多的社会成本 还没有知道自己会怎么样 还是他的保证人 告诉他 他们虽然走了 可是 永远是告诉他们的保证人 他的儿女 他的子女 这是我们 我们老公最高 最高这个资本机关的一种做法 我相信 前世纪是没有这样子的 我有个同事 李又全先生 他今年56岁 他也是 他已经在上个月去世了 他也是一路抗争 然后他有两个小孩 他一路上也是抗争 到现在他已经癌症走了 他本来在龙肿做化疗 结果还是不敌 然后你看 又要忧心这个抗争的事情 然后又要想他的身体 双层的打击 他已经不幸 在上个月走了 讲的都好欣赏 我们连胡那么多同事 有的都已经走了 然后今天 我们还是要 加强 我们要抗争到底 前几年老委会更好笑 他来一张喊给我说 阿姨你要不要工作 我说不用 你只要叫我去老委会 我明明给你扫厕所 你一个月给我两万 就好 我钱就还你 他都不讲话 他说这是上面贴定的 什么叫上面决定的 反正你们没有脑筋可以想嘛 这些阿公阿嬷 你看今天几岁了 谁要我们啊 今天的判决结果出来 我们呼吁老委会 可以停了 这场闹剧可以停了 老委会 也就是现在的劳动部 如果 就如他所说的 要确保国家的债权 潘思伟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为什么今天不敢来 因为他怕 看到这些已经离开人事的工人 他不敢看着他们的眼睛 他连还在世的这些工人 他也不敢看着他们的眼睛 当这些工人 在老委会绝食的时候 他开着他的黑头车 每天从地下室 偷偷摸摸的进出 作为一个官员 我认为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有一个我们官场工人 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处理方法就是 现在他是工法 五年十项 我们不满意这样的结果 但是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工人都已经老了 但是我们感谢一个法官 愿意站出来做这种判决 期待法官跟进 我们马一九 马总统 他也说了 官场工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如何解决官场案 他尊重法院判决 那今天法院的判决已经来了 我们工法的法律一定判决了 虽然他在形势上 因为他的确有欠一个 一纸贷款契约 他的形势上 的确是一个贷款 但是法官也清楚说了 他其实就具有补偿的性质 而且这是政府跟人民之间的 契约行为 所以是一个工法契约 所以这个老委会已经没有任何 他已经无法 就是与法无据 对我们追好 已经他不能再跟我们追好 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 他所谓的贷款 对我们来说是在会求查 既然法院判决已经来了 我们今天带着我们所有的 官场工人从两年抗争以来 被政府逼债 带着欠钱不还无名的工人 我们移造到现场 我们要把这个法院的判决书 我们要递给马英九 既然马总统 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其实是在协助律师做一些比较后勤的工作 例如说帮忙去引一些书状 然后去月卷 然后跟官场工人 当事人做一个访谈 然后就他们的状况背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法庭观察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比在学校学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也是学校中正常法律系学生 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些 学习到的一些东西 那其实每个同学在修课的时候 都本来都是抱持着一种就是帮忙的心态 那其实到最后大家也是都是收获非常多 然后得到很多东西 那所以在这学期 在这次修课的时候 所以非常充分 我就会说 这个课程是非常艾难性的 所以我现在就会说 这个课程可以看到 这个课程就会说 所以我的课程都会拍张 我就会会拍张 就是我会拍张 在这一座 对 玩得 这实际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